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 嗯 这是谍中谍剧场版吗 接着邪恶博士和秘密博还是一如既往傲娇献身 卡 卡卡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好家伙 原来是阿黄在拍自己的生风电影 那电影都拍了 主题曲肯定也不能缺席 好莱坞秘密潮雪 货真价实的邪恶博士带着秘密博闪亮登场 话说这俩货是打回来的 这次二号硬趋势创办了好莱坞星探公司 而公司最棒的福利就是能拥有私人助理 每次回来肯定都要搞事 这次也不会例外 七十年代荷兰有位著名的野家金叫约翰 在一次炼金时意外失去了小金钉 因此又称他为黄金会员 他发明了一种冷却动力装置雷射钉 强大到可以吸引彗星撞击地球 正巧此时有颗纯金彗星路过 那么威力可想而知 一个巨大的阴谋由此而生 正当得意之际 阿黄带着军队冲了进来 妈的大意了 这次终于抓到邪恶博士 他将面临四百年的监禁 阿黄因此立功 由英国皇后亲自策封爵位 这等盛事自然少不了派对狂欢 在派对上结识了双胞胎姐妹 Fore me and for you 三人相谈甚欢 本以为能解决此生汉事三批 艾斯却带来一个坏消息 阿黄父亲老黄被抓了 其中幸存三位船员 他们是负责保护老黄的 但是他们的小丁丁都被染上了黄金 此等丧心病狂之事 疯子才干得出来 那么只有疯子才能解决疯子 阿黄来到监狱寻求邪恶博士帮助 作为交换条件 邪恶博士要求把他调到普通监狱 要和民以博在一起 阿黄旧父心切自然不会拒绝 你父亲是由一个名为黄金会员的人抓走 但他不在当今 而是在七十年代 地点是纽约市六九工作室D8 穿越这种事还得找艾斯 这次的时空车内设高端 代表霸气 性能也是根据七十年代特色改造 车子正好降临在六九工作室 看样子定位系统不错 在这儿阿黄还见到了老情人翠花 但此时D8最亮的仔不是阿黄 而是黄金会员约翰 那真是 抑郁风情摇摆之上 百命欠交独领风骚啊 随后阿黄和翠花秘密会晤 为了不败露身份 找了个搭桥人接话 翠花为帮同伴复仇 潜伏在约翰身边做卧底 并告诉阿黄父亲就禁锢在迪巴后面 祝你好运喽 阿黄成功找到父亲 谁知老黄沉迷美色 不想当即离去 殊不知两人此时也进入陷阱 房间突然旋转 另一边居然是约翰 约翰本想盛情款待一下这对父子 老黄看着其惺惺作态的样子 很是生气 我这辈子最讨厌两种人 一是不接受他族文化的人 一种就是荷兰人 身为荷兰人 约翰可不干了 既然仇恨荷兰人 那就准备和你儿子离别吧 随后调治时间 抓着老黄乘坐时空机器跑路 翠花为了完成任务 也通阿黄穿越到未来 而另一边 大眼婶来看望邪恶博士 告诉他 你那不争气的儿子 愿意继承你的事业 邪恶博士这叫一个高兴 当即就和大眼婶啃了起来 实则偷偷拿到手铐钥匙 之后蛊惑其他囚犯制造混乱 在夜晚带着迷你博成功越狱 阿黄这边 艾斯带来一个好消息 时隔多年 终于在邪恶博士内部安插卧底 卧底不是别人 正是二号助理小智 小智告诉他们 邪恶博士将基地搬到了东京一带 随后阿黄和翠花很快来到东京 根据可靠消息得知 邪恶博士有一手下的相铺馆 两人赶到 发现的人居然是肥霸 此时的他还在和一个日本人交换物资 为进入相铺馆内部 两人伪装成保洁员 所谓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大战一触即发 肥霸此时早已脱胎换骨 身法灵活 武艺高强 最后还是在翠花原则性的逼文下 得知那物资是启动雷射精的钥匙 另一边邪恶博士逃回东京湾 水下基地 约翰居然也在这里 之后邪恶博士向众人展示了计划的完美性 约翰还准备了保险措施 那就是老黄 这样既可以防止阿黄来捣乱 又用我威胁他的筹码 迷你博押送老黄回到监狱 牢房里老黄用爱赶化了他 你虽有八分之一大小 但不代表你能得到八分之一的尊重 至于如何抉择 我相信你会明白的 来到外面 邪恶博士儿子杂毛正好赶来 还为邪恶博士准备了梦寐以求的礼物 雷射鲨鱼 杂毛获得好处 就是终于可以上位了 那么作为替代品 迷你博也就显得无关紧要 这个举动深深伤害到了秘密博 阿黄和翠花这边找到了那个日本人 日本人直接否定老黄在这里 阿黄坚信自己的感知力 决定进内部寻找 本来打算跟着守卫一起溜进去 但是慌忙中把磁水挖电线碰掉了 结果 好在内力雄厚从容解决 在和守卫一番苦战后 果真找到约翰 此时日本人已经把钥匙给了他 翠花想要挟持住约翰 这一家又压根不是个省事的主 他操控机器 要把老黄推进溶解炉 为营救老爹 阿黄只能任由约翰离去 随后驾车追赶 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父子俩商量对策 老黄觉得 应该直接正面攻击邪恶博士 阿黄则觉得 还是渗入内部比较好 两人意见不合 最终不欢而散 看得出来 不死关系并不融洽 迷你博最终也做出决定 他要七暗投明 加入正义的这边 他将邪恶博士的计划和位置 都说了出来 三人成功潜入邪恶博士基地 阿黄和迷你博打算伪装进去 结果发现 衣服只有一身 好不容易伪装成功 又被医生截住 基地规定 新人都要检查身体 正巧 原来火山洞的巡逻员也在 以下画面歇许众口 建议开启护眼魔射屋 最终阿黄让迷你博士 拿地图先逃脱 自己则被逮捕 面对此敌 邪恶博士还是没有立即解决阿黄 而是继续准备开启计划 结果发现 钥匙不见了 翠花却在这时拿着钥匙出现 原来迷你博带着地图 找到了翠花 真相也就浮出水面 就在阿黄要干掉邪恶博士之时 老黄出现了 你要干什么 他是兄弟 众人一脸懵咪 接着老黄讲了一段 驴臣不对马嘴的故事 反正邪恶博士就是我儿子 就这样一家翻口重新相聚 众人落泪 正值感慨之际 约翰适时出现 辛苦筹谋的计划 你说不干就不干了 翠花面对仇敌再次出击 我把钥匙扔了 看你怎么启动计划 约翰见此场景毫不慌张 只见其转身 一片金光出现 从裆部掏出一把钥匙 好家伙还藏了一手 阿黄询问邪恶博士 有没有办法阻止计划 我可以使装置正反对调 不过需要爬到上面的电箱 两兄弟一路枪林弹雨 抵达上方 最终在翠花的干扰下 邪恶博士成功对调装置 恰巧约翰此时也开启计划 结果却是能量反弹 此时其果 贵星也因此被摧毁 就这样 阿黄再再再一次拯救了世界 不过这次 却不能少了邪恶博士的功劳 好了 王牌大剑捏三 终结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不错的观众 记得关注一下星人球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